美国总统川普来到国务院参加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部长级会议 面对来自全球74个国家还有5个国际组织的部长级官员 川普再次坚称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从极端组织ISIS手中 收复了几乎所有领土 从联合国到美国军方 还有国家情报单位却都难以苟同 问题是我们刚才听过的证明 在军事业委员里 有20,000和30,000的伊斯兰国员 有15,000在伊拉克和伊拉克 所以明显然是一种危险 伊斯兰在伊拉克和伊拉克和伊斯兰 这群组织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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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织 去年12月川普执意宣布要将2000名美军撤出叙利亚 引发各界哗然 连美国国防部都发表报告指出 美军一走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士气势必被动摇 ISIS势力最快半年到一年就可能卷土重来 面对俄罗斯与伊朗虎视眈眈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恐怕也将大幅减弱 大爱新闻反汇编译 再关心